好 最後剩下的濕緒 先講人魚 人魚又上歐 應該是四格漫畫改編 當然作畫和故事其實兩位都不是小東西 當然精優也算是大品牌 如果單純動畫園覺得怎樣 十多分鐘 普通 其實我剛才講的故事其實不只那麼少人 其實我有幾失望 看完十幾集 當然只是胡鬧其情太多 他就算講粵機 這套不胡鬧很難說 那倒不是 漫畫上不是那麼胡鬧 尤其是他講粵機那部份也講不完 只是講龍宮城破產 最多是講什麼污染的東西 其實他不知講什麼污染 漫畫上一集有一個角色是一個很老的老人家 八十幾歲垂調的老人家 他說那時候太平洋戰爭 即是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 他這個人是曾經握著常鋒突擊隊那些 曾經打算去送死 但是最後他就沒有死 他就覺得不能夠為國官驅想撤覆 結果人魚就救了他的 失見就救了他的 結果這個老伯現在疑活到八十幾歲 其實因為失見救了他 其實體化了很多 也有其他很多 譬如金倉魚的漁夫 譬如北極其他漁夫 他們跟他的劇情 很多沒有了 動畫沒有了 動畫沒有做到 但動畫會不會因為 要考慮劇情要集中一些 所以某些太散了就剪掉了 他集中了太多在這些無聊的批 其實他講迫何彤 何彤也有很多劇情 關於醫學的劇情 他有說的 但他也沒有說 就變了一些很無聊的吃青瓜 因為如果你這麼少集數 他分鐘又不多的時候 你將這些放進去的時候 會不會到時反而覺得很散 所以我覺得弱化了 很可惜 其實他做十三節 其實他主力做一兩個好些 或者做密一點 我覺得可以做漂亮一點 而做不回漫畫的感覺 反而動畫現在出一些是 普普通通的劇情 無聊啊 玩啊那些劇情 就感覺上失望 如果你有看漫畫 你就覺得漫畫好看很多 所以我建議 推介人看漫畫 看漫畫 真的看漫畫 這個就是我會覺得什麼 漫畫我記得都會帶到一些 比如說環保的問題 污染啊 世界的其他問題 都會帶出來 很多的 很多的 歷史的東西他都說很多 所以我覺得是欠了一些 很明顯可能是虧了一些 我覺得可以再好一點的 這套東西 有沒有什麼補充 沒有 補充